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圣经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四节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秀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秀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暗,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正这个情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们 耶稣继续跟大家分享天国的真理,天国的福音 那么这是很有名的一章 就是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有贼电机,能秀坏 要把财宝储存在天上 那么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秀坏,没贼电机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那么实际上呢,用通俗的话讲,不要沉迷物质 不要在地上搞什么所谓的物财财 积攒啊积攒,就像那个凯撒大帝 死的时候,把两手伸在棺木之外 两手公公告诉世人 我什么也没带走凯撒 这个帝国啊,大帝国,罗瓦帝国多么的牛啊 但是呢,什么也没带走,两手公公啊 就是你两手里头站着,也带不走 我们的物质,肉身都带不走的 所有的物质,我们都带不走 所以呢,就,其实呢,就是这样一个游戏 我们说,你要去做一件事情 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你要吃饭 因为你才能使得你的这个机器呢,延续时间长 你才能完成那个使命 结果呢,你不吃饭,你就不能明白道理啊 结果迷失了,怎么迷失了,光知道吃饭去了 以为,来就是吃饭了,就这种意思 就是把财富积攒,财宝积攒在地上啊 光沉进于物质 结果把本啊,把自己的初心 把自己的这个,要做什么都忘了 就沉进半道上,掉窟窿里去了 就掉这个物质里头去了 那么,耶稣在这告诉他讲 不要去沉进于物质 物质财富够吃够喝,就行了 所以后面他也会讲啊 那么,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指啊 让我们能使物质生命延续的目的 就是去明白道理,明白天国的真理 明白天国的福音,成功回到家,得自由嘛 不要说所谓的活乎,那很难煎熬 确实也,你说是火乎,是地狱,都可以 不自由啊,只能在这待着 你不服,不服就再去 再不服,你说我不行,我非要得自由 得自由你就得再去,没天的路 作者,其人也,所有的一切 参与者,必须把人做成功 完了你才能得自由 当然了,往上还有更高级别啊 你反正人,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关 从纵观所有这个灵性的这个演变 灵性的这个成长过程,人就是最难的 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好多人一直就在吆喝啊 默示,默示,人这个这个,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根本就都迷失了 像今天撒谎成了常态,成了精英,大家追踪 就是一天到晚就追究这个财富啊 我们要财富,物质,巨大风波 甚至于前几天,还有人在这就是胡辣的 人要活一百五十岁,要活一千岁 就消灭精英,那不可能的 其实呢,我们有寿命三四万天 一百来年,已经对我们说几实话 很客气了,你在活的时间长 对我们那种折磨,人家人都不理解 要万岁,要万万岁,要长生不老 你说多狂妄,永远在这待着 真叫你永远在这待着 黄金珠宝,所有都给你物质享受 你什么都没,都躺在那光吃你了 你干嘛,愚美无知 所以耶稣就告诉大家 那么怎么能把财富出身在天上 就是既得嘛,就是行善嘛 就是能平等待人嘛 就是去施舍,去祷告 去尽食,感恩,明白道理最终 那就是出身在天上 你明白的越多 懂得道理越多,财富出身在多 最后得到奖赏就多 所以我们是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 只有天父知道,自己的天父知道 自己真正的自己知道 所以呢,那里也不会秀坏啊 功德嘛,所谓的功德 贼偷偷也偷不去,你凭什么 这个,也不会有虫子咬 所以说这种东西,我们就是为词而来的 不是说这个物质 我们的这个财宝在哪 我们关心的东西在哪里 我们的心就在哪里 我们真正的天父啊 我们真正的自己就在哪里 我们如果沉溺于物质 那天父就被埋到 真正的自己就被埋了嘛 我们就在这个世间 那就迷糊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所以呢 那要摆脱物质 储存财富在天上 实际上储存财富在天上 怎么回事 就是在人间 有人在物质上亏欠了你 不平等啊 你付出劳动别人没给你 那就是别人在你的天 天上的账号上存了财富嘛 这才是道理嘛 要不然我偷你的抢你的 骗你的 也啊 你没有了被偷被抢被骗 活该倒霉 那这不世界就乱套了吗 那真的没有天理呢 实际上呢 这么大的宇宙啊 包括人生 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天理呢 想想都知道 但是呢 趁你其中 恍往无知啊 那就没办法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 反正折腾 反正折腾就是了 所以呢 一旦你能在天上储存财富 奖赏就是大 所以在世间 耶稣后面都会讲 给我们讲 举了好多例子 给我们讲这个道理 但是直到今天 有多少人真正的明白呢 哎 都在那 想偷鸡去巧 走捷径啊 私事办公 被私两拨钱 因一劳永继 这种情节啊 思想一直惯传于自己 整个人生当中 还在相信 耶稣 相信耶稣是 信什么都不知道 耶稣再三告诉我们 要送信 从嘴里出来的话 什么叫信 就认为是真的 而不能说 哎呀 是真的 但是呢 回国家要验证一下 那叫戏吗 嘴上相信 啊 心里不承认 有啥用 多少人 直接让自己闷心自问 自己的天赋 都看得清清楚楚啊 将来 面对天赋的时候 自己都不用不着狡辩 自己 自 什么自残行衰啊 好 这是题外话 那么耶稣接着讲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这里的眼睛呢 只是打一个比划 你为什么 我们这个眼睛 跟我们这一生当中 很重要的 当然尽管有一些盲人 那那么他也没有 他们方法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 重要的器官 我们实际上 你看见没有 我们活动的时候 就要睁开眼 我们休息的时候 要把眼闭上 哎 这个 实际上呢 就是说智慧的眼睛 我们能够那个认识自己的眼睛 所谓的天眼 佛眼 法眼啊 慧眼啊 都可以 就是你明白道理的眼睛 的探测器 你 就是我们人人都能明白道理 那么就是那个眼睛 眼睛人生啊 眼睛亮 全身就光明 你都看得清晰亮 眼睛昏花 什么都看不见 你就在黑暗里 就是吧 就是在黑暗里 不知道东西在哪 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 你对我们这个人生的物质活动 是很很强烈的这个 做爱啊 所以呢 说你里头的光 说啊 黑暗了 内心没有光 你没有这个真理真相 没有天国的福音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 你都等于迷失了嘛 你就只储存财富在地上了 啊 就不知道在天上还有财富嘛 就沉寓于物质世界当中 堕落于滚滚红尘 你这个黑暗有多大 那实际上就是黑暗 无明了啊 不知道 你看看阳光灿烂 看不到嘛 就自己内心的眼睛 若昏花嘛 昏花了嘛 哎 你就看不到了 那就是黑暗 不明白道理 你这个黑暗有多大 那不是说一生一世啊 那可能要几生几世 都说个论文 人一旦滑落 哎 这个胚子本 是很大的啊 人到了人的这个层面 要么成功 要么啊 哎 失败 哎 当然了 不会赔的鞋本乌龟 还有点底儿 最后瞪着眼看 哎 看你呵呵 在天上亏了多少 你只有瞪着眼看 回去反思啊 反思完了以后 才有机会 重新来到这个物质世界 跟这个物质世界 干什么 还是病毒续菌啊 你以为还能承认 所以 那有人说释迦摩尼道 你要说 打起一把图 大地图 得人身 识人身 得人身者 如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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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人身 得人身者 如手中图 如大地图啊 那不可能的 回去干什么 重新做啊 重新积攒本钱啊 重新积攒天上的财富 才能再去有一次机会做人了 那要多长时间呢 说句不好听 抱错口的话 鬼小的 看你如何了 当然了 所谓 为什么要说 有人说这个火火 不自由吗 不自由以后怎么办呢 千刀万刀 什么叫千刀万刀 就给人家做食物啊 得得功德啊 你前面进食嘛 别人要感到你 你病天要有奉献的精神 慢慢一年再滴难起来 都要人类这么 又不珍惜 浪费人生 很可怜 好 大家自己慢慢去拼吧 那么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饿这个 那肯定的 侍奉两个嘛 总有人 有比较的嘛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 人人都感觉到有两个自己 只有为什么 那么以后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一讲就啰嗦了 你们又侍奉神 就是 真正的自己就是天赋 也就是说非物质的东西 又侍奉马门 马门实际上就是财力啊 就是这种物质 又 又沉溺于物质 还想得到 非物质的收获 怎么可能呢 那纠结啊 因为什么 你沉溺于物质 你就不可能有非物质 收获 有财宝在天上 你有财宝在天上 那你必须设弃 马门 你就不能 你只能侍奉谁嘛 就侍奉真正的自己啊 所以呢 为什么有两个自己 大家自己先去想 其实呢 人人静下心来都能认识两个 两个合而为一了 实际上你 马门 和这个神 就是真正的自己和物质实际上是统一的 你要把它去 两个合而为 我们需要物质 使得物质生命延续嘛 使得我们这物质肉身 能够存续下去 使得我们还能继续断开再相续吧 所以呢 那么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平等啊 你要使自己的物质生命延续 是要靠自己付出的劳动 当然我们刚开始是亏欠父母的嘛 亏欠嘛 亏欠所以要孝顺啊 要去还账啊 那么一切亏欠没关系 要还上了 有一分没还行 算不能 离开 从那地出去 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亏欠没关系 错了也没关系 哎 改 所以 约翰和耶稣在前面 现在就是 已经喊了啊 天国进了 人人 从出生一直一直 在走向去天国的路上 因为我们这个物质肉身 一直在衰老嘛 啊 其实一个死亡的过程嘛 那么最后 要回改 在这个过程当中 等回到天国 再回改 完了 所以呢 那么一定要 说起实话 为了 求得真理 真理高过一切的 天国的福音 高过一切的 那么这里呢 耶稣跟大家分享了 啊 要 其实讲了三个方面啊 一个呢 就是要 积德行善 不要沉溺有物质 金钱美女 好车 好游艇 好飞机 您说些实话 你再高级的宇宙 大大飞船 您再精良 也不如最后 你真正的跟天国待在一起 那是随心所欲的 你别说飞船了 那宇宙都可以造一个出来 你想想 所以呢 这是说 一个出生在天国 天国的财富 那么指出了我们人 要积德行善 那作为人 那么一个目标 另外一个呢 要明白道理 不明白 你要去听别人吗 自己明白 自己不知道吗 所以呢 你眼睛昏花了 自己内在没有光了 就沉溺于物质 沉溺于地上的财宝 你就是等于傻子 等于 生活在黑暗当中啊 你就是 不能说万劫不复吧 反正 很可怜 在这个路上 在生活在黑暗当中 无所 没有目标 找不到 你说多可怜 你不是浪费吗 另外一个就是说 要把合而为一 要妥善地处理 天上的财富 地上财富之间的关系 你不要去储存 够吃够喝够用就可以了 使得自己物质生命延续 够了就行了 也不用说 能饿死饿死就饿死嘛 无所谓嘛 你能拿到真理 朝闻到夕死可以啊 所以呢 这一节呢 尽管是 我们分了一起 实际上是讲了三个方面啊 大家自己慢慢评 好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